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从调查文件和幸存者目击者的叙述中收集了27万亿次节的沉船位置数据 英国不列宾黄金打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菲利普里的说 两次世界大战早期的损失程度如此之大 以至于不可能为黄金投保 政府必是根据战争风险保险方案这期在保险 他说所有最初的所有者都已经收了钱 现在根据在保险计划 政府是这些资产的主人 突然在二战时期随船之沉入海底的军用车辆国际救助公约规定 救助者收回成本 透于所有者平衡任何被打捞材料的价值 负责战争写保险计划的运输部向利德表示 政府不会要求超过40%的份额 然而李德说 政府的李 尝试当你成功后我们会与你对话 能够在水下5000米处工作的测扫收纳和遥控运带工具 将被用于海船作业 水面舰船将利用先进的动态定位系统来保持方位 突然在二战时期随船之沉入海底的卡车坛 还由于打捞成本很高 研究人员将把沉船成群放在一起搜寻 这样搜寻最为经济实惠 这些团体主要分布在西部航路 加勒比海和非洲西海阿附近 早期目标沾在较浅的水域 李德解释说 我们首先将注意力集中在较容易接近的沉船上 在那里的研究是一流到 有各个方面的业症 打捞风险并非高不可及 李德说 在到达第一个地点两到三周后 我们将知道打捞是否成功 别一胡诶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